随着科学技术与时代的发展 汽车行业在不断的发展 与此同时 汽车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是愈言愈烈 所以难免会有很多人会把两个款型的车进行比较 今天我们也来说一下 探戒者的大产算与福腾硬虎配置高 同样是2.0T该选哪一款 为什么会把这两款车放在一起对比呢 因为它们都是美新的ACV 是比较热门的中级型轿车 很多人都会在这两款车中纠结 现在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来看看相对年轻的一款 学会的探戒者吧 他之所以比较年轻 不仅仅是因为他上市的时间比较短 还因为他的外形 有完美的曲线 看起来很轻盈 给了一种充满活跃的感觉 他的内饰设计也非常新颖 前段时间相比于福腾硬虎 探戒者的内饰要更胜一筹 在动力系统上 探戒者有更年轻的设计 他的最大功率可达260 而福腾硬虎比较低的15马力 选择这两款式的马力差距并不大 在生活中也不会有什么 贪大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一起看看福腾硬虎吧 相比于探戒者 他就显得有一些成熟了 虽然他刚上市的时候 有些供不应求 还一度的提价销售 但是慢慢的江山带有残人出 他也逐渐的没有那么抢手了 所以现在购买会有很多的优惠 作为一款运动性的车 他的外形有很强的视觉效果 但是在内饰上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优势 他的内饰比较古板 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 但是他的配置也比探戒者高 他配有更大的轮廓 还有漆步气能 前后都有雷达 最厉害的是有自动摩车入位 他的灯光配置也很完美 罗布欣赛各有所爱 这两款车都有各自的优点 虽然他们都是2.0T 但是探戒者比较年轻 舒适宽敞些 福特硬虎有更高的配置 所以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